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先对冲三冰给他吃过来说还是这样选择也很多的碰水谋鱼的机会 那么这一个话 他的奇异风格喜欢攻杀的 当时他走到这时候 似乎他的选择有点保守 那么他走到这里 他看到这时候怕他吃冰 而不敢冰吃马 他走到这冰三进一 那么走到这时候 冲了三冰之后 胡东华就不考虑了 再一吃 等于说过冰白白了给胡东华 先手吃回来 这边居又很快的开通 那么走到这里 就等于是余悠华明显的落入了下风了 那么这时候余悠华没办法 进居 下个是 在这边对 退居做炮 那么退炮 这形式等于是 胡东华的控制的局面 那么他在居二平山 会对掉 如果不对在炮 也对了底下 又会很难受 那么打掉 居吃 那么走到这里 进居 我们看到这个旗了 刚才的时候是 优化 很有反击力的 走到现在 很明显 这个马炮 全部都不能动 这个阻力都等于是受制 那么他看到的时候 准备冲中兵 那么他进居 这时候还有一个冲了中兵的旗 他也要选居三平四 这样子 不给冰下去 那么这时候 胡东华 也看到了局面 很冷静 他看着 看着特点 马上的就很果断的 居住炮 再一次 本应是刚才进了这个居 故意 引这个优化的居上来 在一个居放马炮 可以说是 胡东华 很对着居面 体会 很有深刻的理解 那么走到这里 如果下个线的话 那么他马上进了一根 我们准备吃居 不管你居上哪里 那么这里再吃 你一吃 叮到马一惊恶 这样就形成了 形成了 胡东华 得一个只是地顺的局面 那么他看到这个像 也不能随便要下去 所以他就做出来 那么做出来之后 胡东华也不急出向 而是居三平二 可以说控制局面 那么居三平二之后 他居住平七 做马 那么他马上进二 他在杀中兵 我们看到这个形式 杀完中兵之后 他要准备吃底下 但是胡东华也看到这个局势 也并不在乎的 一事一项的问题 他马上就居了退役 可以说 他最对这个居马套 对两个居 这形式 他判断了很准确 那么特机之后 开吃相 那么他马上进四 再给你吃 那么他再吃 他三个四 那么走到这里 我们大家看到了 这马要准备吃相 在居和平四 又叫沙 那么他退个相 他五退二 可以说 从这几招来看 胡东华从前面 居换哪个套 已经算得很清楚 这里居马套 构成了很强大的公式 那么走到这里 现在走到居和平四 沙棋 那么如果三个四的话 那么他套五平四 你坐上来 马是进六 可以说 这里居马套很凶 等于黑七 也很难 反手 那么走到这里 又看到这棋 也没办法了 你只能居吃套了 要不然这里居和平四 马是进六 是沙棋 那么他居吃套 一马一吃 那么形成这样子 他退居 马有病四 再退 他平个兵 保住 冲个边兵 那么走到这里 就形成了 胡东华的隔个纸 问题这里 还有两个边兵 没有吃 那么胡东很巧妙的 居和退一 把这个居都堆掉 形成了马脸兵 对这里 寺院拳 必顺的局面 可以说 通过这般棋 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双方当中的 棋艺风格 可以说 优华在中局的时候 走得很出色 进个套 很快要取得了 反线的形式 但是 在关键时刻 好像优华 发挥不太稳定 而是走一个G7平6 显得和前面的进攻 没有凉贯 而我们反观 胡东华 在最后取得优势之后 走子很果断 不需去两个项 而取得这个局势的控制 那么通过这般棋 也许我们 能从他们 双方在孕子方面 得到很多的 启示和领悟 那么这般棋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请您稍后再继续 关注棋牌院的节目 谢谢